我们接下来想要跟你分享的是相簿的功能 相簿的功能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我们例如说电脑里面图片 范例图片 这里面是不是有很多漂亮的图片 我想把这些图片直接做成相簿 然后一张一张播放出来给别人看 那怎么样去做到这件事情呢 所以首先我们直接这边常用插入设计 你觉得会是哪一个 插入 插入里面这边是不是有一个相簿 好 所以直接点选相簿 接下来我们要选择图片所在的位置 所以点选档案磁贴机 它会自动的先找我们的媒体位 那你来知道你的手机 手机是直接把线接到什么 随身直接接到我们的一个插槽上面 USD的一个接口 你是不是就可以直接把它当作是另外一个点 然后里面是不是只能开相片 因为iPhone它就只给你 让你可以看到里面的相片 好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使用自己的相片来去做简报 那我们现在去看这个 办理图片 然后里面 假设我现在就直接选择五张好了 选五张图片 然后接下来呢 直接点插入 这样是不是选到了五张图片 那个顺序你都可以去调整 例如说我想把卫雄放到第一张 那我们就点往上往上 然后接下来呢 下面这些我就通通不做了 下面这边假设我先不做 就是我把每一张照片调整至投影片大小 直接点建立 这样我是不是就做了一个相簿 有第一张图片 第二张图片 第三张图片 依此类推 总共五张图片 就直接做进来了 这是很多图片 做成相簿的方法 来请你们现在动手完成一下 就是建置一个相簿